現在跟大家說的是8.1 Symmetric of 3D Figure 我們首先會知道什麼是三圍空間的reflectional symmetry 就是立體的反射對稱和3D Figure的rotational symmetry 旋轉對稱 那什麼是反射對稱呢? 原來有張桌子這樣,你將它間開左面和右邊一模一樣的 就叫做反射對稱 那立體的圖案都有它的反射對稱 那這些字我們要知道的就是paint of reflection 它們的反射對稱面 那這兩塊黃色的面就是這個梯形柱體的paint of reflection 我們首先要知道原來Cube有9個反射對稱面 一會兒會給你們一些圖案看的 那 tetrahedron就有6塊 那現在講了reflectional symmetry 那我們再講rotational symmetry 例如一張桌子 如果這張桌子轉了加拿度 再轉加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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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這張桌子轉了一個圈 360度的時候 它會重複了自己幾多次呢 就叫做反射對稱 OK When a solid consisted with its original figure n times 那轉了一個圓圈的話 一個complete revolution的話 它會重複了自己幾多次呢 就是它的旋轉對稱了 記住 那個旋轉對稱一定是大於1的 譬如去回一張桌子 它有1個 2個 那所以呢 它就有2個旋轉對稱 那那條旋呢 我們就叫做access of rotation 那我們看一下creepcreep的反射對稱 反射對稱 那第一隻啦 那你見到呢 它將它隔開了 這塊面將它隔開了 一人一半的話 那我們呢 就會照著這個叫反射對稱 上下一半啦 那再來啦 這個啦 另一個啦 看一下它轉呢 慢慢轉呢 你就會看到 它會站開了一人一半的 那就叫做反射對稱啦 那你記得 記住 creep的反射對稱呢 總共有9條的 9個的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tetrahesum tetrahesum tetrahesum的反射對稱呢 我們有6面的 6面 給你看看啦 給我簡單一點 你看這個 你會見到呢 左右 為之一樣呢 就是那個反射對稱 那你要記住這些東西啦 好嗎OK 那看一下另一幅圖啦 那這個 這個凌空 刮下去的時候呢 那你也看到它的反射對稱面 OK 那我們現在去看一看 它的旋轉對稱先 旋轉對稱呢 旋轉對稱呢 其實呢有幾個的 對不對 看一下這幅圖啦 如果你把 這條線 就是它的 axis of rotation 那你看看它 看看它 重複了自己多少次 那在這條軸來講呢 就會旋轉大家 第一次 跟著就會有 第二次 OK 如果看得不清楚呢 阿sir再給你看多一次啦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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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虛線的那個呢 是它那個原本的圖案來的 現在叫第一次 這個呢 就來到第二次了 所以這條軸呢 我們說有兩重旋轉對稱的 那其他那些呢 都會有的 那你再看一下 一次 兩次 那這條軸呢 我都有兩重旋轉對稱的 那阿sir呢 就會給一個三重旋轉對稱的 那原來呢 兩次 好了 三次 所以這條軸呢 有三重旋轉對稱的 那原來呢 旋轉對稱呢 由Cube來講呢 總共有十二條 十三條 那每一條呢 有去不同的旋轉對稱的 對不對 這個呢 有四個 很簡單的這個 中間動穿它 已經有四條了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來著了 OK 那踢塞希臣又怎樣 踢塞希臣的旋轉對稱呢 有兩重和三重 那給三重大家看先 一重 一重 兩重 三重 那這些軟件阿sir會放在上網 大家慢慢下載整個file下來呢 就會見到這些所有的東西的了 那要記住 那至於我們問題 問題會 怎樣 那這幾個 這裏有六幅圖呢 就是講完 它的LED Crypt 和Tetrahedron的LED Crypt 和Tetrahedron的Reflexional Symmetry Crypt 和Tetrahedron的Reflexional Symmetry 這裏所有東西 會放在上網給大家的了 那TSA會怎樣問呢 那這個是個例子的 那它就說 要命名其中一塊面呢 它有反射對稱 那這一塊 就是答案 D B G E 這一塊的平面 那我怎樣命名 一會兒說 這兩塊都不是的 那我怎樣命名這一塊的平面呢 那你記住 是D B G E 順時針下去 或者你可以是 D E G B都可以 OK 另外還有其他答案的 你B G E D又可以 你B D E G都可以 好了還有了 好了還有了 那你還有 E D B G 或者 E G B D 那記住順時針放下去就可以了 那你試下用G這個做開頭 看一下答案是什麼 它是G B O Y D E 它是G B O Y D E 或者G E D B O Y的 OK 那這個就是TSA 這樣問回 怎樣命名這一塊平面 記住 是順時針或者是時針 不可以交叉 它命名 那MOTA 雙套斯密柱 它要怎樣問呢 它就說下列 哪些是它的旋轉對稱 那你記回 這一幅圖 旋轉對稱 這一幅圖 OK 這些圖 那你看看哪一條是 那現在問你哪一條是 R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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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所以一是答案 好了 跟著ST ST不是 這邊不是的 F G F G 都是 好了 即是3 還有F W 是不是 F W 所以就是這兩個答案